各位同胞,今天我想再次和各位说明冠状病毒疾病在新加坡的传播趋势以及接下来我们必须采取的一些措施。 我们是大约在两个星期前实行阻断措施。 大致上,国人都相当合作,留在家里、在家办公、上课,也暂时没有跟其他家人和朋友聚会。 这是不容易的,不过大部分的国人都为了大家的安全,做出不同的牺牲和调整。 目前,每天平均出现20到30起新的社区感染病例。 这显示,阻断措施已经取得一点成效。 谢谢大家的合作。 如今,冠状病毒主要是在客工宿舍传播。 政府非常关注客工宿舍的疫情,积极采取行动遏制病毒的扩散, 确保客工得到妥善的医疗照顾。 我很欣慰,许多社会团体和爱心人士都伸出援手, 筹集善款和物资给我们的客工朋友,帮助他们度过这个非常时期。 另一个我们需要关注的情况,是社区感染病例中, 还有不少患者与其他病例没有关联。 我们不知道他们如何受到感染,或是和谁接触了。 也就是说,我们的社区里,可能存在许多还没有被发现或检测出的病例。 这令人担忧。 因此,我和政府跨部门工作小组进行讨论, 我国接下来应该怎么做。 我们只有两个目的。 第一是,让社区感染病例大幅度减少。 第二是,确保客工宿舍疫情受到控制, 以及没有扩散到社区。 为了达到这些目的,我们做了两个重要的决定。 第一,我们将进一步收紧现有的阻断措施, 一直到5月4日。 我们将继续要求国人留在家里, 除非需要处理必要的事情, 例如购买食物或必需品, 否则请不要出门。 如果不得不出门,请戴口罩。 同时,每个家庭在任何时候, 最多只能有一个人外出。 我们也将加强人流管控措施, 限制人潮较多的地方, 如一些巴刹的人流量, 让人们能够保持安全距离。 同时,政府会暂时关闭更多工作场所, 以减少员工之间的接触。 只有提供最关键必要服务的商店、超市和工厂等, 能够继续营业。 工作小组将在接下来的记者会上公布更多详情。 我们希望这些新措施有助于大大减少社区内的传染。 可是,从目前的疫情来看, 我们应该无法在5月4日达成之前预定的目标, 完全解除阻断措施。 因此,我们做的第二个决定是将阻断措施十星期延长四个星期, 直到6月1日以保障国人的安全。 当然,政府明白这会对企业和员工带来一定的影响, 所以之前所公布的援助措施也将延长。 我们将竭尽全力与企业和员工一起渡过这个难关。 我要再次预请国人继续与政府合作, 特别是年长人士, 你们的抵抗力较弱, 其实我们的抵抗力较弱, 请别出门,也别到处乱跑。 要留在家,才能避免受到感染。 有人说,自己生病是自己的事, 可是如果你生病了,把病毒传染给别人, 那就是大家的事了。 所以,请大家不要轻视这个病毒, 认真对待以及遵守所有防疫措施, 让我们都负起社会责任, 保护自己, 也保护家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